大家好,我是阿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湾塔罗 又到了一周运势的时间咯 我们接下来呢,今天要占卜的是 7月15号到7月21号,接下来这一周的一周运势 请从我身边这边的10张塔罗牌当中呢 选择一张,记住上面的号码 选好了吗? 选好了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接下来的这一周,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是逆位的命运之轮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会觉得时运好像真的不是站在你这一边哦 在工作的职场方面呢 总是遇到很多不顺利啊,拖延啊,障碍啊 没有办法顺着你原本的计划和想法呢 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工作哦 而且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闷 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周里面要记得 这一周你很容易遇到塞车或者是大迟到的情况 所以呢,在时间的掌握上呢 也要相对的更加精准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是正位的世界牌 在接下来这一周你运气真的超好的哦 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而且非常的自由自在 在工作啊,投资理财,学业方面呢 你之前的许多努力呢,都会带来丰硕的成果 而这一周呢,其实也是拓展视野的一周哦 你有机会可以交到一些外国朋友 也可以接触一些异国文化 而在感情方面呢,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也是开花结果的一周 感情方面呢,也会非常的甜蜜和幸福哦 你所选到的呢,是逆味的教皇牌 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你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你的人缘方面其实真的是不太好哦 主要的因素是在这一周呢 你的心情其实起伏比较多 比较不稳定 而且很容易闹脾气 有点像是一个任性的小朋友 那很喜欢跟别人做对唱反调 这特别容易影响到的部分呢 是在感情的方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你很难沟通 或者是因此而吵架 你所抽到的塔楼牌呢 是逆味的皇帝牌 在接下来这一周的你呢 在运气方面相对是比较低迷一点哦 主要是因为你的自信心呢 不太足够 往往容易表现出呢 比较没有主见 或是比较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样子 那太容易被别人影响到的你呢 在职场上要特别的小心 可能会有呢 不小心误入小人陷阱当中的情况发生 导致你的工作呢 会因此而不太顺利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逆味的正义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呢 你可能不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你的心情方面呢 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哦 因为在这一周里面 你比较容易遇到一些不公补义 或是让你自己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 也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或是背黑锅 所以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会比较忙于去澄清自己的清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爱情方面 你要小心哦 这一周呢 可能会有小三或是小王入境你的感情 所以在感情方面呢 也要看紧一点哦 一周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正位的月亮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的心里面呢 常常会有一些不安的想法 导致呢 你在情绪的变化上会比较多一点 情绪呢 时好时坏呢 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 也会影响到你和你同事之间的相处 而这些时好时坏的情绪表现呢 也会一并的影响到你的感情生活 比较容易呢 让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有一些争吵的事情发生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正位的恶魔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容易过着又堕落又快乐的生活哦 像是比如说你会一直玩手游啊 玩到工作时间或念书时间不够 而导致呢 你在工作或是学业方面的进度落后 总而言之呢 就是你太过重视玩乐呢 而荒废你的工作 还有课业 那球道这张牌 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就是呢 其实你在性生活上面呢 会过得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开心 那这也算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啦 你所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正位的愚人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会过得非常开心 自由自在 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受拘束的一周哦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糊里糊涂的一周 所以在事业和职场的部分呢 你要小心不要太过粗心 免得在职场方面呢 你会犯下过多的错误哦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还蛮容易喝酒喝到挂 那要记得呢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正位的太阳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是非常的好运哦 幸运之神呢 根本就是抱着你这样 那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都如有神助 特别是在工作啊 还有理财投资方面都会很成功 也有很大的机会呢 可以让你赚到不少的钱哦 在感情方面呢 单身的你呢 有机会呢 遇到很棒的好对象 感情发展呢 也会很顺利 你所选择到的塔楼牌呢 是逆味的节制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你很容易因为贪心 而造成自己生活上面的不顺利 比如说呢 像是你会因为吃了太多东西 而导致消化不良之类的状况 而在爱情方面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了 你可能会是那一个 主动去劈腿的人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呢 主动去劈腿呢 最后只会带给你的感情 更多的风波还有问题 所以呢 处理感情方面呢 最好还是不要贪心 不要劈腿 会比较好一点哦 今天塔罗专卜宇宙运式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留言给我 还有记得把我的影片的分享 跟你的亲朋好友哦 谢谢大家 下周见 拜拜